创意比赛 近载运动 加权股价值数正式突破9000点 但是这个9000点是很多投资人是无感的 没感觉是人家是英雄 因为这边走的都是全资股 比如说今天主要分类指数里面 指数里面涨的纺织 涨的食品 涨的金融 这些涨幅都大于加权股价值数 反而电子的部分它是小于加权股价值数 它是一个告诉我们说 这9000它站不住的讯号 那基本上其实在这段时间 行情上下的过程当中 我都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跟你谈很多的事情 去做一个预告 当然从短线上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严格说起来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这一段基本上我们是看错的 我的人是这样啦 就是看对就是看对 看错就是看错的 没有什么好去狡辩的 可是这一段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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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到这一段 基本上都是看对的 那其实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段 这个我们会看对的原因是因为同样的技术分析 所以同样的技术分析 让我们这一段没有看对 但是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规划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随行情 应变行情的道理 因为这一波在九千点这个地方 就很多的配角它跳出来了 所以它跟我们讲它不是一个攻击的格局 然后我们大概这个礼拜 下半周你就会清楚知道 我在跟你表达什么 好另外一个我要提示各位一件事情 那我的脸书上面也跟大家讲说 如果它不回来的话 它满足点在哪里 其实也相当接近的 另外我要跟你们讲的事情是 你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今天的一个低点是八千九百五十二点 上个礼拜我的高点是八千 八千五八千九百四十九点 这当中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那这个缺口有价格空隙 它就是缺口 它是一二三第三个缺口 那如果你是我的社团成员 你有看我脸书的话 我基本上从这个测量的时候 有跟你们讲过 它的一个初步的满足 大概会在哪个地方 那其实这个地方出现了 这个洁性缺口 它其实也是一个讯号 它其实也是一个讯号 那所以就指数的观点而言 我认为 这个地方去追一些全脂股 是并不聪明的 它其实是并不聪明的 因为包括台积线的部分 它都没有再创新高了 它都是一个讯号 那有些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人在调节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跟你讲 比如说它买了五千张 它卖了五百张 基本上我告诉你 它在调节啊 可是它事实上 它有四千五百张啊 所以当然它后面还需要一些 所谓的一个空间 才能完成 所谓高速低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指数的部分 我大概就跟大家交代在这边 那比较细部的部分 我会在我今天的社团影音里面 跟大家讲 可是最关键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指数奇物操作者 那加均股价指数 它从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每一波的转折 基本上我都抓对了 大概就后面这个 这个没留不对了 但是最关键是什么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主流在哪里 因为技术分析 除了让我们看到方向之外 还要看到主流在哪里 才能知道怎么去操作啊 那这一波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股票 它涨着涨着涨着 它基本上是 轮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说 其实你看那个分析节目就知道 说今天什么股票涨停 大家就拿出来拜拜 对不对 然后隔天掉下来的时候 另外一票又涨停板 就是每天节目上 每天涨停板的股票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在这样的行情里面 你必须要 你要能够赚到钱 不是 我不是讲表演哦 是你要真的赚到涨停板 你绝对不是看到涨停板 去买涨停板 而在涨停板之前 或者是回来的时候去买 才有机会赚到钱 好对不对 我等一下会来讲这个东西 今天它涨停板了 大家一定会拿来拜 对不对 很正常啊 对不对 可是 昨天呢 前天呢 大前天呢 对不对 这是第二次的 第一时间突破的时候在这里啊 对不对 这一段这一段都能够赚到啊 那绝对不是怎么样 今天稀薄 明天没有稀薄 后天又有稀薄 然后大后地又没有稀薄 不是这样子 该分段操作的时候 该怎么做 当然就是 就指一个星剧科来讲 因为波段的角度 我认为27.45它会过嘛 对不对 可是在这段时间分段操作过程当中 我这样讲好了 7月5号是星剧科的高点 是27.45元 可是加捐股价 从7月5号回来之后 它还继续上去哦 就涨了123456 涨6天的时间 买星剧科 什么都不做 是赚不到钱的 可是 它是波段会看好的股票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做分段操作的动作 所以这是第一段 对不对 然后出清 扣迅在这里 出清完以后接回 扣迅在这边 拉上来以后 出掉以后 掉下来以后再接回 扣迅在这里 这是第二段 然后呢 拉上去 再出一次 这是第三段 三段操作全部都赚钱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进去第四段了 目前在成本附近 那这样子才能把 就是你看哦 就是单纯从7月5号开始 从7月4号开始 理论上来讲 买星剧科应该是赔钱的 可是你跟着我们做 17个百分点 17个百分点 所以这它其实要靠操作的 那 如果将来它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你会赚更多 甚至于如果在掉下来的过程中 因为你的持股成本是相对是降低的 你要这样才有机会 因为它现在不是买了丢着摆着 然后就一直涨上去 一直涨上去的格局 它已经不是 你看到什么墙上去 涨上去之后 去追隔天还有上去的空间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要看见别人看不到的 才能尝试别人不敢做的 要为自己勇敢改变站出来 那我常常问大家说 凭什么 凭什么 难道就是看着电视 就凭运气吗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我这样讲好了 现在还有人会分析红达店吗 可是红达店破断没有走完 但是这几天没有人会去谈它 对不对 那下一次再过112块的时候 大家再拿来拜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一天涨停摆的时候 大家拿来拜 可是这一天我却跟你讲是卖点 我到这边的时候告诉你是买点 96块半 今天回来96块9 盘中曾经 就是这段时间 最多来到103块半 你会不会又买在100块以上 然后下来套牢了 对不对 可是它不断没有走完 甚至于它快动了 当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大家总是不能够认同 就好像我跟你讲说 这个行情涨那个 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回来的一个机会 其实相当大的 就是听不下去啊 对不对 请你们买这里的时候 有谁理我 告诉你们这边不能追的时候 这两天才在骂我不是吗 对不对 好 你看哦 这是第一时间突破的一个股票 这次股票 当时我跟他说涨停满是买点 涨停满是买点 涨停满是买点 好 来到今天最高点是75块9 这样子大概7% 7% 那要不要买 对不对 重态 这里哦 从这里到这里哦 涨停满怎么能够买呢 对不对 我们验证给你看嘛 它是讯号 它出现像是命运K线 它出现那个讯号 它就是买点 高跟低不存在啊 对不对 好 这支股票 涨了1 2 3 三天之后 拉回来我叫你买 这你们就有印象了吧 希伯 对不对 涨到140块的时候 这一天涨到140块 隔天最高点 这是成交上最大的位置 它不会最高点嘛 隔天最高点来到144块 然后回来了 我有闪来闪去吗 我还是告诉你希伯啊 社团影音也跟你们讲什么 当然今天过告的时候 你们要留意什么 导播 小派 看不到未来 眼睛看当下 如果 未来 你改变未来 最 唯一的方式 是现在 那么我就要告诉你 为什么这支股票会炸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三颗心 有决心 有决心 有信心 带上成心 做好准备 今天创新高 涨停 搜 恭喜会员 112块半买的39块半 130块买的22块 波段强势股买在短线弱势时嘛 那今天过高是买点吗 当大家都在分析西博掌停板 在拜拜的时候 我提醒你它不是买点 它不是买点 技术分析 好玩的地方是 它违背人性 高票就真的不是人在做的嘛 创新高亮灯的时候 我的指标 有没有在过高点 当然我不是告诉你说 它不是买点 就一定是卖点哦 你买在112块半的 跟买在130块的 你就是有成本优势 只是它一定会进入一个 波段看好分段操作的时期 一样都是西博 我说一样都是新巨科 有人做这个股票 赔钱 有人做这个股票 赚到钱 所以真的是卸和买两个例吗 说穿的 如果黄黄中日 每天都在买卖之间做选择 是不是一天做错 就没有大赚的机会 但是成功 或是对的方式 对的习惯 它可以不断的复制 所以那叫做美感 那个叫做方法 那个叫做公式 所以今天这支股票 赞创波段 新高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未来 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五分之 吹记听 请用记听没分之 没分之 好 十年功德 即将圆满 头顾三崖 最后一礼路 技术会员 三三招募中 这太将成绝响 现在不学会 以后没机会 感谢多年支持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最后一礼路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叫小赫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叫叫小赫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穿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七处分析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逻辑 公司赚钱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先买股票 那个股票先上来 它一定会在消息发生之前 那么希伯这支股票 它一直到这一天涨停满之后 它才公布它的营收 那么公布来的营收就是 就是好嘛 对不对 六月份营收 成长53% 然后这是1.57亿 那么是今年的次高 今年的次高 所以包括公布了 四月份五月份的单月盈余 都是好的 所以它好的时候它拉回了 可是大家开始会想 开始会想说 会有这种被害妄想症 这会不会利多出 这会不会利多出境 你会这样怀疑是合理啊 对不对 技术分析跟它抢 讲的东西啊 对不对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嘛 1买突破 2买压回 3接跌停 比如说这支股票 突破 买进 30.5 2买什么 2买压回 亮灯 30.6 冲出去 31.8 这边全部出掉 这边买也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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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卖的话 怎么样 这边买了变赔 这边买了也赔 这边买了几乎没有赚 不是吗 1买突破 2买压回 会买呀 会卖呀 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而已 而是怎么懂得把烂牌把它打好 这个才是重点啊 没有那个股票买了一辈子都不用卖的啦 也没有那个股票 就是股票要大涨之前 它往往是大跌的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空头要走 多头要来 什么时候多头要走空头要来啊 那这个当然它也不是一个空头啦 但至少它是一个修正神的训乏 所以假设我跟你讲说 这边是买点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塞 纯了对不对 又要把我骂成臭头啦 可是我的会员每一个都赚钱 每一个超多的光臭全部都赚钱啊 那就产生两种状况 三种状况 第1个取走价差 第2个抱上抱下 第3租金套房 一樣都是光臭 有人赚 有人赔 有人套劳 4个要买两个字吗 迷赸 迷赸 一买突破 二买压回 3階跌停 7月13號 小賀老師頭殼破兩個洞 跟你講說這支股票超人是不會死的 它跌停板鎖住 但是它是買點 你買突破二買要為3階跌停 今天這支股票再創短信上的行為高 它的名字叫什麼 導播 Shottime 這支股票 它今天跌停板 但是它今天也是買點 它也是買點 它也是買點 如果你是我的社團成員 或者是你有我的LINE 或者是有我的臉書 我跟大家講就是超人是不會死的 當然這是一個玩笑話 它後面當然有些邏輯 我們後面可以來去做一個驗證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今天是要做任何的一個 參與任何的一個活動 請先想好 真的有三個心 有決心有信心有誠心 做好準備 再把電話把它撥通 漲停板的股票 它是訊號也可以買 壓迴的股票 它是訊號也可以買 跌停板的股票 它是訊號 當然也可以買 所以買股票一定是買漲停嗎 一定是買跌停嗎 一定是買壓迴嗎 說穿了 就是訊號啊 因為它是訊號 所以我就告訴我的會員 它是訊號 它是買進訊號 它雖然跌停板 但是超人是不會死的 當然這是邏輯啦 這是一個邏輯 為什麼這個 這個一樣可以漲停板 股票在誰的手上賣不掉嗎 不是嗎 說穿了就是籌碼上而已啊 這是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大漲 今天最高點來到40.2 你知道嗎 從跌停板 從跌停板到40.2 這超過12%了 12% 當然 當然 我不能告訴你說 你現在再去買紅色還會賺錢 但我知道這麼一件事情 為什麼 今天 小荷老師在節目上講的每一字每一句 它的進出點位 是可以這麼的 直接 明白 了當 那這是因為技術分析啊 說穿就是這樣子啊 不然你告訴我嘛 哪一隻股票跌停板鎖住鎖到底 然後一個阿賣的 阿空的 跟講說那是買點 都嘛 隔天跌 再跌 跌低一點再來喊 那是買點就好啦 對不對 可是它就是訊號耶 真的 它就是訊號 它是訊號我就忠實翻譯給你聽 我就告訴你到底在哪裡 如果不明就已的人 當然絕對賺不到錢嘛 這邊 嫌西伯很高 這邊 嫌西伯 欸 下來是不是要走空了 這邊 欸 西伯全部都是按讚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股票就不需要多啊 如果你真的了解 各股的賣路 它的每一個 我這樣講好了 如果後面的那個控盤的人 他要賣股票 他不會有什麼訊號嗎 他 他不會有 我這樣講 我就常常講嘛 就是說 人家買五千張 他五千張的籌碼 假設他的成本是在 五十塊錢好了 那麼現在他的平均成本在五十塊 那你現在來到四十五塊錢 我買五百張 好 我就當成那個買五千張的人倒給了我 倒了五百張下來 可是他還有四千五百張啊 如果再下來 請問一下我會輸比較多 還是那個五千張賣給我五百張的人輸比較多 當然是他賣比較多嘛對不對 可是反過來喔 如果他買了五千張 結果我買了六千張 他的成本是五十塊喔 然後我在四十五塊我接了六千張 那有沒有可能他停損了十趴 倒給了我 然後那個股票本來要上去都變得下來了 這就是籌碼站啊同學 這是籌碼站 所以想問一下那種有的股票 你不會坐 他不會去 他不會坐 他不會坐 那一定有一個 所謂的 他一定有所謂的一個可未納量嘛 我這樣講的 一台摩托車 他可以跑很快 再兩個人他一樣可以跑很快 三天不要被警察抓 一樣可以跑 你坐三十個人他會不會跑 不會嘛 他一定是 爆胎嘛 這就是籌碼的道理 那這東西都是訊號 就是某一支股票來到什麼位置的時候 可以承接的成交量 大概是維持多少 這個你必須要知道啊 那你才知道說 技術分析產生什麼樣的訊號的時候 因為我這樣講好了 假設你的成交量 你的承接量超過那個量的時候 量價結構一定會出現不一樣的變化 這就是技術分析 這個之前我們驗證很多次 這個亮燈 然後299拉回來 對不對 這支股票也是一樣 亮燈 創新高 好 好這樣子16個百分 那這兩天都拉回來了 這天衝高的時候 我大概就知道有人最近去了啦 對不對 所以規劃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隨行情 應變行情 同工老師絕對不是要給他們去講神話這種東西 就是你要怎麼去讓自己變得更好 你要用什麼方式讓自己更懂得盤勢的脈絡跟結構 你要用什麼的方式能夠指揮調度你手上要操作的部位 每個人如果都是把自己當成是一個超滿手 五千一百萬資金一百萬資金超多的方式 一千萬資金一千萬資金超多的方式 五千萬資金一億上億資金超多的方式 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那就是邏輯 好 那就是邏輯 那就是我每一支股票我要怎麼去做配置 所以有些時候做股票 雜固不是四個要買兩個你 我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買個台積電你可以買個一萬張啊 買個台聯電 你有辦法買一萬張嗎 你買一萬張你就要去思考誰賣給你一萬張了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古早心就做沒有古早味 如果沒有你們真美就沒有台灣人以前的道具 我們做的就是古早味 以前我們在談 為什麼咱們秩序賞戶的正義之聲 為什麼你們大家去想想看為什麼聯發哥 在這裡的時候外資講什麼 我講什麼 在這裡的時候外資又講什麼 我講什麼 你看他今天出圈夕陽 可是你們聽外資的後面終究有沒有賺到錢 不要說聯發哥 講宏達電就好了 這裡美國媒體說什麼 對不起 這裡美國媒體說什麼 這裡外資又講什麼 外資都給你們講就好啊 話都給你們說就好啦 長上來 反正只要長停 這樣子 這樣子的言論為什麼你們都很愛聽啊 因為跟你們站在同一邊嗎 因為你們看到利多追下去之後 然後開始拿利多麻痺自己嘛 可是問題就是跟訊號不符啊 跟訊號不符的事情 那當然技術分析角度 咱們是一個技術分析的信奉者 當然我就告訴你技術分析他彈的訊號 對 不對 時間會去證明嘛 對不對 那如果長期下來準確率是很高的 白髮蒼蒼四銀條 老樹無根怕風咬 佳有黃金純白斗 南買菩提路一條 這個才是真正的核心價值 畫龍點睛的靈魂 畫龍點睛的核心 三顆心 決心信心加成心 做好準備再撥通電話 順便補充一題 咱們沒有在丹麥DVD 沒有丹麥講義 請你買買刷的東西 不要卡電回來 真正有三顆心 真的有三顆心的電話在撥通 因為第一名額已經不多 第二時間已經倒數 因為我們剩下最後九個交易日 咱們就是要正式的跟大家說 掰掰了 所以先問自己 有三顆心的人 有決心有信心 帶上誠心做好準備 歡迎你共同參與 小赫老師投顧生涯的最後一里路 在這個一里路當中 我希望大家 走過之後 每一個人 都可以抬頭挺胸的 告訴大家 告訴人家說 我是鍾麗龍 救小赫的會員 我的名字叫什麼 救小赫 但是龍城 飛降賽 不叫胡馬 杜英山 賞活的真意之聲 畫龍點睛 感謝收看 歡迎加入 電話波通 財運 橫通 再會 掰掰 掰掰 頭痛 請用 五分之 吹起聽 請用起聽 五分之 五分之 好 十年功德即將圓滿 頭部生涯最後一里路 技術會員 三三招募中 Hotime 將成絕響 現在不學會 以後沒機會 感謝多年支持 0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限電視新選擇 北都數位有限電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